北京内城的华丽店铺 这一组老照片记录了咸丰十年1860年的京城风貌 他们属于较早时期的影像作品非常珍贵 当年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那就是因法联军侵入北京 咸丰皇帝逃往任何 本文选用的照片即拍摄于这一特殊的阶段 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 我们从这些照片中发现 经历了侵略战争的京城 皇帝逃跑了的京城 英法联军控制下的京城 是一幅毫无声气荒凉冷清的景象 和皇帝一样 王公大臣富商巨谷等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纷纷逃离 通桌的巴里桥 1860年9月21日 森格林庆统帅的三万清军与六千人的英法联军在此激战 清军的长矛和弓箭 对装备后堂步枪和大炮的联军毫无杀伤力 战斗进行四小时 清军伤亡过半 而联军只有12人阵亡 在巴里桥取胜之后 英法联军濒临北京城下 在安定门城楼上向西拍摄内城北园 远处可看到德胜门 巴里桥失守后 英法联军首先攻打安定门 并由此进入城内 说来悲哀 安定门本为出兵征战德胜而归之门 他却见证了清军的败退 在安定门 严城墙向东拍摄 照片中的楼阁建筑为雍和宫万福楼 这张照片呈现了战后的情景 城墙上一片狼藉 清军大炮已被联军调转炮口指向了城内 被俘的清军士兵颓然地坐在地上 这么坚实的城墙 却未能抵挡侵略者的铁蹄 被联军破坏的清一园 及后来的一和园 英法联军进北京之后 最大的罪恶 大家都知道 就是火烧圆明园 联军本来是向西追击僧格林庆的部队 却误打误撞进入了圆明园 园内的数千守军不战而退 反倒是二十多名太监曾持枪反击 联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抢掠破坏 管员大臣文峰投浮海自杀 东直门北侧 内城东北角楼 角楼大多设置在城郭 村寨等围墙的四鱼 有警戒和瞭望的作用 北京城角楼 巍峨壮观 不仅是标志性 装饰性建筑 同时又是防御性 极强的城角建楼 关门庇护的大清门 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清门影像 大清门乃清朝国门象征 也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线 它不是最壮丽的大门 但其显示的意义非同寻常 只有皇帝皇后能从中门通行 其他人等下马下轿后均从侧门走过 大清门附近的建筑群其中有很多店铺 北京名刹西皇寺内的清静化城塔 该塔属于著名的佛塔建筑 引人注目 清静化城一级远离一切烦恼 承购 罪恶 不染成俗 能接引众生成福的场所